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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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 敬禮 好好到家的 行使對手 可以做一個 解釋 換句話說 結果 我們了解 黃河道家的 這個 形成的背景以後 我們最小的 中國文化中間 就是形成的測試 而這些測試 都是分別在各個 不同的時代 各個不同的 文化的形成的 過程中間 和 形成 而且 中國人 在我們現在 在研究 中國的歷史 和西方的歷史 在看 任何的歷史 任何文化的形成 在 前期的文化 前期的歷史 發展中 都有許多 神秘的因子 在裡頭 所以宗教性的神秘的因子 或者是 我們在 文化上來 這個 分析的話 那屬於 神話是一個故事 做形成的 我們今天 看西方的文化 不管是哪一邊的文化 都會有很多的神話故事 在那裡 常常在前面 在前面 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 不例外 中國文化 甚至於 更多的 神秘的因子 神話故事 來公佈了 公佈了 公佈了 公佈的前期 我們在探討 那個 藍石道家 所 已經 可信藍石道家 跟天 跟天的關係 跟天地的關係 也變得發展中 非常多的 神秘的因子 跟神秘神話故事 我舉起一個例子 在現在燕酒 黃老道家的著作裡面 所有的燕酒 黃老道家 都把 都把 當時 舔系的 舔威皇的 一個 叫做 墩 一個 清空系 這個 墩的 裡面有一段文字 作為 他所說 是 舔系 就是 攀子 與皇帝 攀子皇帝 形成了 黃老道家的 源頭 我在這裡 我先把這張文字 抄在這裡 我再再填 水 就像 有 水 有 水 水 有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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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在的部分 有些人 如果有些人 就像是 在一起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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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面子 放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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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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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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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咱们咱们 咱们咱们咱们 就是去冰宫 因为当时所有的这个法律判决 一定任何的判决一定要到诸国的手上 到冰宫 到冰宫他的手上 他判决 他用什么法式 他说 你呀 冰宫啊 你做好人好事都是由你说 如果你要杀人 你要惩罚人 你教会我说 让我做坏人 你做好人 然后这个欺贫公益庭很好 所以他的刑赏都是由他 刑罚都是由他指定 由田成志 由田厂来罚 好了 他这个权力大 深杀大权才是个人 你赏罚 杀 你杀 杀是你皇帝 你欺贫工作 杀 我说一句杀 就杀 你说了不算 你授权给我了 我负责 我说啥子 他开始就排除力气 把所有他不喜欢的 全部杀掉 这个人就是 我们看他这段最后过程 然后他不仅下面 大家再看他下面 他说 他然后把他自己东到狼雅 而且把他包扒在里面 变成他的工艺 他的那个土地要比齐平宫的土地还要到 是他所管下的土地 他自己属于他的工艺 封被他的 要属于土地 比领导人的地理会还要大 是他 换句话说 深杀大权才大出来 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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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财政 就是全国社来说的 他自己的 他自己 他在养 他可以养他自己的军队 养他自己的这个力量 培养他自己的力量 他的土地要比任何人大 大家读一下这一篇篇篇 看看当年的战国时期 就是这么一个军事 我可以告诉各位 大陆现在就有这个军事 你今天很简单 我只是不要去别人 重庆的 我西来 广东的 光阳 都是政治局委员 而不是政治局常委 一个是广东的党委书记 常委书记 一个是重庆的常委书记 重庆本来是属于四川省 他现在把重庆划出来 从四川省划出来 划在一半 四川省的一半 划在重庆 他这个权力是可以掌握四川的认为 一个四川的人口是两亿四千多万人口 他划去一半 一亿两千多万人口 在他城市下 已经形成了 我可以告诉你 诸和各居的形态才能到 就慢慢形成 下放下去 下一任 薄熙来 光阳 都会进到政治局常委 到他们进到政治局常委上 他的手上不是从前的政治局常委 他手上有权 有土地 在这个土地上 这一团土地上 他有他自己 权势他那样富人 就等于当年 叶贤银 毛泽东对叶贤银一点爱好没有 因为广东地区 他全部授权给他了 你广东地区 你要生杀大权 你要做什么事 叶贤银说的算 不是毛泽东说的算 所以到后来 中央的所有的预算 广东说不给你多少 你是多少 二分之一的预算都是广东不给你 你像广东有多少钱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大陆现在诸服不具的行为 形式已经形成了 慢慢慢慢 中央的权力会越来越强 现在我们不要再喊政治改革了 如果再喊政治改革的话 那将来大陆不晓得怎么变 你像中央统治不住的时候 总有一天 大陆大动漫 大陆大动漫的时候 你中央统治不住 共产党中央统治不住 大动漫的时候 中国不具的大动漫之间 谁倒霉 第一个倒霉是台湾 动漫输出到台湾 最接近嘛 动漫输出到台湾 动漫以后 新街的大陆发生什么 饥饿 一饥饿以后 饥饿输出到台湾 大批的难民杜海来 最后是总统均速到台湾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绝对不要希望大陆政治 现在所进行政治改革 进行政治改革 问题是我们将来要 首先将遭难就是我们台湾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拿这段公司那种评论 给大家评论 大家看一下 你们自己维修 把这段整个评论 评论一下 你们自己想想看 危机就在我们身边 历史就是最好的竞争 让我们看一看 这就是我必须要在这边提出来 去多通一下 注定很关键 好了 这还不仅如此 天长他选了齐国里面的鱼子 凹七侧 凹得非常大 凹大的七侧 又装任凹大的鱼子 送到宫里面去做平宫的后飞 所以平宫里面有 这个当时平宫的后宫里面 有一百多个是他派去的 换句话说 平宫皇帝平时在宫里面讲什么 最后平宫是什么时候 是那些宫里面的女孩子 把平宫热死掉 你想 七十高的 那些都是空无有力的 把他热死掉 我举这些例子 我们今天来看这些故事 你听得懂 然后等到 田昌死了 他自己生了七十几个儿子 七十几个儿子 所以到了后来 到了后来 田昌 田家的子孙 后来就自己发生冲突 在后面 田昌死了 他的儿子叫太后和 叫田和 田和 就向其宣公 宣公 在宣公起来以后 这个田和就开始 当权 霸主 就霸权 他掌描他们这个权力的 田和 好了 大家可以看 他说这个 宣公死了 田和就把 宣公的儿子叫康公戴 康公戴 康公戴 这四十四年 不听这 什么事情不管 于是 他就把康公 派到 送到海上 送到秦国 靠海边的一个地方 给他一个 一个小的繁围的土地 让他做什么 他说 以奉起先世 好了 他把这个皇帝丢到那里去 到那个地方去 给你一块 非常小的土地 这个土地收来的东西就是 你去祭祀 江太空吧 这个时候 他的权力全都到处了 他的权力全都到处了 从田厂 到田和 所谓田和 是田齐的 开国的太空 太空河 我们把江太空称之为太空旺 太空旺 太空旺是秦国的 江旗的开阔的 开阔的祝国 而太空河 是田齐的开阔的领袖 这就是我们要区别清楚 然后 太空河死了 他的儿子叫环公 就是齐环公 第二个齐环公 齐国有两个环公 第一个齐环公 就是管仲的齐环公 现在第二个齐环公 就是田齐环公 我们称之为田齐环公 这是第三代 开国的第三代 开国的第一代是田和 然后在田和以后 这是第二代 田武 这是第二代 齐环公 齐环公建立起来以后 他就开始 在这个时候里面 齐环公 在这里有一段故事 齐环公死了以后 他的第三代 叫做齐威王 因此 就是我刚才举这个 举这个因此 这个 这个 这个墩 就是他第三代 叫做 这个因齐威王 他自称王了 已经不成功了 他自称王了 齐威王 称王 称王以后 下面有一段 第四 请各位同会注意一下 他在齐威王 然后他跟 他在这个二十四年的时候 跟这个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魏王 魏王 当时已经搬到大梁 就是我们都 都这个 都这个 这个孟子里面 孟子说 孟子见 梁慧王 就是这个 王何必 王 王岳 受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利弩破户 杨慧王说 他说 哎 老先生 你从好远的地方来 你是不是带给我们 有很多的很好的消息啊 带给我们佛家也很好的 孟子说 王何必 有原意而已 你要跟我交换意见 我不会告诉你 有什么利益 我要告诉你 我仁义 这就是 他现在提到这个人 就是 魏王 魏王就是 魏王 就是梁慧王 他说 大家可以看 后面这个 梁慧王 就是梁慧王 梁慧王 他说 他们两个在 比宝 他说 这个魏王 就 梁慧王 就问这个 问这个 奇 奇魏王 他说 你们家 你们国家有什么宝贝没有 他说 我们没有什么宝贝 他说 我 我家很小 但是我们家里 我们的国家有 一寸 大 这个明珠 夜明珠 一共有 十二颗 他说 我 有很多 他说 我有十二辆车子 每辆车子 有十颗 十颗夜明珠 就绑上 在装的上面 他说 像你 我们常常照 晚上 我晚上走的时候 这个车子 可以前前后后 都可以照得到 他说 像你这万成的国家 怎么没有宝 没什么宝 一定会有宝 他说 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也有宝 他说 我的宝质 他说 我的宝质 我有 弹子 替我收 南城 因此 楚国 不敢 楚国不敢 来 清流 他说 我在私上 有十二个国家 都来炒我 我有 有一个 油纸在 守在那里 他说 赵国 不敢渡国 河南清流 他说 我还有 建父这个人 守在徐州 所以燕国 到我们 到清常会 到我们门口 到我们北门口 到我们西门口 来 来 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来 这样子 我没有走 他说 我现在 我们家 我们从 现在我们有千余家 我的城 有这么多的城 使得我们 我的国家 道不时宜 他说 将一兆千里 他说 将一兆千里 起扯持十二个宗旨 他说 我 没有这些宝贝 我只有 人 只有那么多 能干的人 那我来 是我的宝贝 梁慧王听了以后 非常不高兴 轻轻然的走 这个地方 这一段文字 这就是说明了 您这个 胡威王 这手上 就开始建立起来 就下 学功的时候 开始 他把 当时 在战国的阶段 各个列国 有能力的 有学问的人 全部建议到了 齐国的林芝 他国家的都市都会里面 所以 这就是 从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 齐威王 开始起 他最重要的工作 他就做了 学术 就是把贤 有能力的人 偷偷在动态 更重要的 后面有一段 当时 齐昭王 自己 封自己 西帝 然后 告诉 这个 齐威王 他说 我是西帝 你是东帝 所以 我们两个 整个的国 整个的 现在的整个的天下 就是在我们两个人手上 生活 东帝西帝 大家想想看 当年 美国跟苏联 就是 东帝西帝 就是当时 就是这两个 世界 分成两极 就是 东帝西帝 当时的齐国就是 等于 等于当时的美国 当时的 这个 秦国 就是 等于当时的 苏联 东帝西帝 形成分割 但是 由于 苏戴这个人 是 当时应该是 他 这个 这个 是 基下舍共的一个 一个 先生 去见 这个 去修了 他然后 他说 他对了 他说 你对我 有什么意见 他说 我要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称帝 我来就是 愿望 受制而被称 他说 秦国称 秦国称 天下安 他说 你称 没货 你不会有人支持你 因为秦国 大家现在怕他 你现在你自己要称 称帝的话 他说 燕国会打你 宠国会打你 他说 他说 你这称帝称不长了 他说 你最好不要称帝 他说 因为 事实上来讲 他秦国称帝 现在天下 大家都讨厌 你最好 不要称 你来说 揽天下的人心 所以 对你来讲 天下那两地 你事实上来讲 最后你是最大的时候败者 你最好不要走 所以当时 秦国有网络接受了他 他放弃了称帝 然后 因为他放弃了称帝 大家都把秦当着目标 来对付秦 大家所有的 连纵纵横的开始 就是大家 以秦国为 联合起来 对付秦国 对付秦国 就是这样的开始 所以 到了最后 秦国 秦国 秦国不顺利 当时秦国 你拿去把东西 你拿去 这两件事情 可以看到 齐威王当时的迹钟 有很多高人在 不仅有很多高人在 和其更重要的 说是有一个观点 齐威王可以接受 别人给他的意见 我们今天很简单 今天的美国 会接受哪个国家的人钱吗 不会 不会,当年的苏联会接受人家的意见吗? 不会 苏联就不会,苏联垮了 你找完美国,你如果再不接受 你今天疫情给美国的经济的成长,经济的维系都发展 他现在还要称霸你半太平洋 他是自己找到位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认为他的权力在太平洋比起还是他的 太平洋还是他的势力单位的权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让我们好好地思考 这是我要在这里特别提起来的 竟然的一段故事 这整个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 田棋从城晚起家 然后经过了 到了田棋 到了田棋以后,他就开始夺权 田棋之后到了田厂,就开始正式杀领导人 然后正式杀领导人以后 到了太空河 他说应该是第五,我看一下 第一代是植物鱼 第二代是米宫庄 第三代是文子 第四代是环子 第五代是田器 第六代是田厂 第七代是田香 第八代是田厂 到第九代 就是太空河当权 在我们看 在我们看田厂的前面 他到了秦国以后 说他五世其昌 到第五代 他就不得了 到第十代 他说五世其昌 并与正清 八代之后 末世文庆 八代以后 他说第九代开始去 到了田厂 第九代 正式变成开国皇帝 就是田习串位 取得正式起国的统治权 然后他到 然后把秦航宫放到海上 秦国的海边上 给他有一块土地 让他来养他 最后还是把他杀掉 连了一块土地都没有 让他一起杀掉 他最后自立为秦国 秦国 所以纪元开始起 到天启的第一代 就是太后 就是天子天和 第二代 就是齐曼孟 第三代 就是齐威孟 齐威王 这是他第三代 第四代 齐宣王 这就是我们来 请各位同学们 回去以后 你们翻译一下 这个 孟子 这一段故事 全部在孟子里面 听得最多 孟子给齐宣王 看我 看的资料最多 几乎我可以 到处多人 孟子从 从 梁慧王上 到 公孙丑上 都是 谈孟子在齐国的故事 都是孟子在齐国的故事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孟子在齐国受到的 受到的 受到的 高规格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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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 在核文工上 在核文工上 里面 他只有这么一张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他受到的 都可以看到他 和他 做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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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后车数十层 他自己的这个梦子 坐自己的坐车的后面 有十辆车子跟着他走 从者数百人三百多人 跟着他后面走的学生 跟着他后面走的 有三百多人跟着他后面 我想请问 要养这些人要多少钱 要养这些车要多少钱 这是一个例子 在这里有一段文字还记得 他说 且有一个在这里 共生所帐里面有一段 他说 父子你从前在齐火 齐火的王帝每一次赐给你 黄金一百 一百两 也不瘦 但是你跑到了宋国和魏国去的话 人家给你七十亿 不是一百一百不瘦 那是七十亿 一斗 黄金一斗一斗 七十斗 你想想看 这孟子当时收到的奥会和的代理是怎么样 这实在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齐宣公啊 有一天去告诉 去见了孟子 见了孟子以后 他这个 拿过出来以后 因为当时孟子一定要 被齐宣公冒得非常恢复快 要离开齐后 所以齐宣公就派人去告诉孟子 我们冬 Kita 内容 可以 我们来说 好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他告诉孟子怎么讲 我要在我家的中间给他一块土地 然后给他修一个大高大的工地 房子给他 不仅修一个高大的房子给他 而且是委员给他最好的最高的待遇给他 以上待遇的待遇给他 让他去教学生 他肯不肯留下来 我从这些地方来说 我可以告诉各位 孟子在秦国曾经待遇过三十年 两次进行 第一次进秦国是大概是二十四年 第二次进秦国是七年在秦国 就是后来离开秦国的时候 是那一次离开 在中间他因为他母伤他把他的母亲送回国去下葬 离开一段时间 他前后在秦国三十年 在秦国干净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 天启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在我们刚才读到的几段文字里面 特别的提到他给梁霍王的对话 他说你有那么多的业余中不稀奇 我有那么多的人帮我把国家保护起来 帮我的国家兴盛起来 帮我把国家治理起来 我的保是人不是物质 以人为保 所以他为什么要提到以人为保 非常简单 他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他有一个迹下的学工 培养很多的重要的一些学人在内 而且迹下的学工培养的时候 从应该是从这个田启开始去 怀宫开始去 田启怀宫开始去 然后经过齐威公 齐威王 杨宣这个齐宣王 一直到齐乡王 经过差不多是一代两代 四代四代 这个地方建立起来这个社会 然后建立起下的直学 然后就建立起黄老道家思想的体系 就在这个地方建立 然后我要在这里进一步的好处 这下修正在哪里 这下有没有这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需要录清楚的地方 事实上来讲到现在的这个 这个接下修宫啊 如果要算的话 它应该建立在 西元前374年 在齐桓庚龙武之所建立 西元前374年 那换句话说 现在2011年 再加374年 接近2500年前 这下建立 然后灭 因为这下是在最后一代 天气最后的一代叫王健 他给秦国灭了 所以这下大概在中国的历史上 大概存在只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他中间经过两次毁灭 因此毁灭的时候 验火的落意 达到齐桓的火度 把秦夏毁掉 把秦夏毁掉 第二个阶段就是秦国灭了秦国以后 把秦夏毁掉 最后是在秦国 秦始皇灭这个秦国以后 把秦夏毁掉 他一定要把他毁掉 就绝对不允许 但是 我要在这里特别的提出来 燕火的乐意 打到秦国去 把秦夏毁掉 但是他把秦夏很多重要的东西带走 我们刚才上午在谈到 这个这个乐意 我们读到前面有一段文字 就是乐意 就是乐意的列传 在飞机第四页乐意列传 乐意的所有的这个他家里边的人 都是黄老思想 换句话说 齐国的黄老思想 第一个传是传到燕火 跟着这个乐意传到燕火 乐意在统治 是乐意打到秦国以后 反正灭了秦魂 灭了秦魂 七十三个层灭掉 唯一有两个层没有灭 没有灭 没有征服的 一个是金墨 一个是无王在立的人 这就是后来我们大家都晓得 田丹富国就是在这两个地方起家 把乐意大出去 然后重新起来 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想看到这个最重要的 当时秦魂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到国家的正国的宝贝 这些统统变得裸走 但是最主要的是 把秦魂的文化带到秦魂 到燕火 然后从燕火传到赵火 这样的一个回流下 田秦所建立的黄老思想 正式的传播在当时的影响 也影响到汉王朝的建立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一个过程的提出来 请各位同学来关心一下 然后我在现在我要报仇 接下来就一直在打 现在我刚才讲 两次打了 两次到了 到最后都毁掉了 我们看这个看片 他说是在秦魂的山 秦魂的三十九年 打到了燕火 打到了秦魂 把秦魂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挪走 秦魂出王 然后秦魂在五年田丹火火 接下来的秦魂都有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什么来看 我认为秦魂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 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过去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个是在秦魂的林芝的南边 有一个叫做祭山 当时秦魂的火都叫做林芝 在林芝的南边 有一个叫做祭山 还有一个叫做牛山 都在林芝的南边 那么秦魂 造假应该是在秦魂的下面 叫做秦魂 这是第一种说法 是秦魂下 这是第一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 在林芝的南边 南边有一个 林芝一共有十八个门 这当时那个火都非常大 有十八个门 十八个门的城门 在南边有一个大城门 叫做秦城 秦门 在秦门 在秦门的外边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条 非常漂亮的一个大路 是所有的国家国军 要到秦魂来 都要说经过秦魂南京 所以一个是秦门 是在秦门下 第一个是在第三下 第二个是秦门下 第三种 拿现在的过去他们考古 在民国三十年考古的资料来看 在这个秦魂 在这个林芝的西南角落上 发现一个很大的 很多的宫殿的遗迹 那个遗迹 应该是属于当年的秦门 有人说 秦门会在 林芝的 林芝的西南角落上 靠着细水 在细水的旁边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三种过去不同的说法 我现在我都不采用 我都不采用 我都不采用 因为什么 我认为都不合理 都不合理 因为 林芝距离秦山 路很长 路太长 差不多两公里 二十公里远 一个当时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的 活动的场合 距离它的宫殿太远 太远的话 不合理 金门 金门不可能成为地下 不能成为金门下 这是不通的 不能成为地下 尤其 用现在的考古载 在当时成为的西南边 更不合理 我在这里收集了一个资料 现在这个资料是大陆的文武 这个刊物 考古的刊物 正式公布的资料 这种资料是1971年 文武第五期 它的标题是 林芝齐活 故城的 看汉的地要 它提合了有 一百四十几个考古学家 考古的记录 在那里开发的记录 他认为 首先 他把林芝这个地理环境 做了一个说明 他说林芝这个城的东边 叫做治水 现在才称之为治水 在西边称之为生水 现在又称之为细水 就是我放在旁边 生是加一笔 加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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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林芝的两边 有两套非常大的水 两个非常寒重 非常重要 所以它可以路行 可以水行 它非常方便 水路两个非常方便 然后再说 它在东北西三边 都是广大的平安 南边大概是 二十公里不到的地方 就是一个山区 就是我刚才讲的 有著名的牛山和鞋山 然后北边大概距离 扩海有一百多公里的位置 所以古林芝这个城 当时齐活的大城 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他的国家 所以当时这个城 有分的两个部分 一个城所谓大城 另外一个叫做小城 所谓大城 就是一般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小城又称之为黄城 那么就是换句话说 当时的齐活的统治者 居住的地方 大概的面积 它是造现在的 现在跑步发展出来的情况 大概这个大城 在小城的 小城在大城的西南角落上 它是这么一个形式 是这么一个形式 换句话说 这叫大城 这是一般的活动场所 这是黄城 小城 它是这么一个形式 然后边上 这边是治水 这边是气水 而且在这边 在这个之外 那就是两个山 鸡山跟牛山 就在这块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当时林芝 现在开发出来的 是这个传位 是这个传位 那这一道 然后在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考古的资料 它是在它的 这个南边的地方 两层 铅线的地方 它是在县 像它在外面有一条 非常 有一条 横贯 南北的一条 一条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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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干道 有多宽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记录呢? 他说他的行动还有这条连接的横观的干道 全长是四千四百米 中间有两龟 这种宽大概有二十米宽的车道 现在大概跟我们总共五千米宽图一样 有二十米宽图 他可以行六辆车对行的宽图 所以换句话说,这才是真正的重要关键 因此在这个宽道的旁边 套在这个南边这个角度 有一批发现出来一批宫一批鱼只 这批鱼只的房子非常大 庞位非常大 因此非常有可能那就是地下 那就是地下 因为距离地下头三大概有二十公里 但是距离黄城非常近 因此非常符合地下的条件 是这样的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对地下的跑步 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 地下是在旧邻子的南边的一个大路 南边外面,南门外面 基门之外 所谓基门 就是面对基山 叫做基门 在黄城的边 应该是在正位之上 照现在的考古的这个资料来看 应该是我愿意用这个资料 来做文 来看这下的这个故事 我们在这里 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资料 我又呼应下来 就是孟这个旋直列传的资料 孟这个旋直列传的资料里面 讲很多的资料 他说 他有一个说 是从曾宇坤一下 坚明月列代夫 为开帝康庄自徐 高门大武尊宠治 这个好处 他在这里 这里是西洋 不处 这边是西洋 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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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地方在孟子和玄子的灭传里面留下有这么一段文字 他说在这个地方养了一批人 从曾宇坤 纯宇坤这个人一次大概有一批一下代夫 都称为代夫 这下代夫 而这些代夫都是给他开定康招之局 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宽广大的一条大道路 而这条路是直接通到皇宫的一条路 然后这是高门大路的尊重子 给他盖的房子非常高 非常大 而且门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换句话说 他给的当时给他们的待遇是好 这是庭园 大的庭园 大的建筑在养成养成群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在这里要跟各位同学来看一看 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 养类去 什么样的一些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大家可以看田敬宗的《世家》里面 《宣王》里面 有这么一段记录 我看田敬宝船的一段时间 或者是会参考一下 那些様子的对象 我们在这边的地方 现在我们在这里面 所有的地方 我问去分开 这个地方 全世界的大道路 叫做清智 因为本周观参考一下 我相信大家可以去清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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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